好我们来看立体9 立体9呢是利用判别式来判别解的情况 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了 这个b平方减4ac呢 如果是小于0那就是5解 小于0就5解 那如果是说在细分下去大于0或等于0的话呢 那到底是什么解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这个1 2 加减根号 如果说根号b平方减4ac 根号里面如果是0 1加根号0跟1减根号0就一样 变成1分之1或1分之1 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两个根呢重复了 所以我们叫做重根 两根相等就是重根 所以呢b平方减4ac等于0呢 它就会有重根 小于0的时候就是5解 那如果大于0呢 我们举个例子 2分之1加减根号3 那其实这有两个答案叫做2分之1加根号3 或者是2分之1减根号3 不管怎么样 这两个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b平方减4ac大于0 它会得到两个不一样的根 不一样我们在数学里面叫做相依 就是不一样的根 我们通常会用相依 就是不一样的意思 大于0加根号3减根号3 它就是不一样 所以叫做两个不一样的根 b平方减4ac等于0 加根号0跟减根号0 它就一样了 一样就重复了 叫做重根 小于0根号里面不能小于0 所以它就误解 它就误解 那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当你在计算b平方减4ac的时候 你首先要判断a多少b多少c多少 你先要把它变成这种样子 然后呢把它对齐 对齐 那如果有缺项的话呢 代表数字是0 那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题目呢 x平方减3的x减5 a等于1 没有写就是 这个这没有写 没有写出来 其实是把1省略 a等于1 b叫做负3 c叫做负5 好先算判别式 b平方减4ac 请你不要急 b负3挂号平方 减掉4ac 4乘以a 1乘以c负5 负3的平方 负负得正339 减掉后面这边叫做负20 9减负20等于9加20 算出来是29 反正不管如何 你就知道它是大于0 b平方减4ac判别是大于0 加根号29跟减根号29 它就是有两个不一样的根 两个不一样的根呢 我们数学上面会通常会这样写 叫做两个相意的根 两个相意的解 你只要判断大于小于或等于就好了 第二个题目呢 你要先找出abc 你怎么找 要把右边这边先移到左边 让右边这边呢 等于0 所以变成9x平方减6x加1 等于0 那这时候你就知道了 a就等于9 b等于负6 c等于1 那判别式叫做b平方减4ac 负6括号的平方减掉4乘以a是9 c是1 负6乘负636 减掉4 9 36 36减36等于0 判别式等于0 加根号0跟减根号0 所以这个有重根 两根重复了 所以就叫做重根 第三题 5x平方加2 这个题目其实叫做 5x平方加0x加2等于0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a等于5 b等于0 c等于2 那判别式叫做b平方减4ac 那等于0的平方减掉4乘以a a是5 c是2 那等于0减掉40 所以等于负40 不管怎么样就是小于0 那这个b平方减4ac 它是放在根号里面 根号里面小于0 那这一题就无解了哦 在国中的范围 我们叫做无解 高中就会有另外的一个讲法